娱乐地眼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地眼 张天爱凭借着一部热播网剧 太子妃生殖记爆红 剧中她饰演了太子妃张蓬蓬 虽然是女儿生 实际上内心却是现代社会穿越回去的花花公子 如此分裂的角色呢 却被张天爱评释的非常好 其实这也是因为张天爱本身的性格 就是非常直爽的 在8月21日她分享了两张自拍照 不过呢造型却有些一言难尽 现在虽然已经立秋 但天气呢预然炎热 而张天爱在下午分享的照片 却穿了一件无锈皮草的衣服 脖子里呢还戴着一个巨大的金属项链 张天爱自己都发文调侃 有太多人问我热吗 张天爱穿成这样或许是在参加活动 也有可能是为了拍时尚杂志 或者广告 但没想到评论区网友们却评论了很多负面评价 有网友表示发际线得注意一下了 张天爱直接反击 你的发给我看看 有网友嘲讽他脖子里狗链重吗 张天爱直接反击 抢了你的东西吗 还有网友调侃 让他少穿点 给粉丝大饱眼福 张天爱也直接回复 粉丝不会同意的 不久之后张天爱再次在评论区表示 自己刚刚喝下了半杯苦瓜汁 有点情绪 这或许呢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怒怼恶评 而评论张天爱带狗链的网友 不久之后悄悄地删除了评论 而张天爱的形式风格一向直爽俐落 他曾经发文怼跟拍自己的狗仔 直接晒出对方从车顶窗 专出来偷拍自己的照片 向对方喊话呢 自己只是跟朋友吃个饭 让对方也赶紧回家吃饭 不要再躲到车后面拍了 挺危险的 实际上遇到狗仔偷拍的明星不少 但像张天爱这样 直接晒出对方偷拍的举动 而且正面硬刚的却不多 站出来和平网友互怼 也是因为张天爱有作品有演技 不久前他参演拍摄的电视剧 雪中汗刀行中的白骨尔脸呢 一决曝光得到观众们的好评 认为他一个转身回眸 很有灵心侠东方不败的味道 也让粉丝更加期待这部电视剧 高分电影《中国机长》 很红了许多人 他不仅让42岁的袁拳 被观众封为不老女神 也让女演员李沁张天爱的事业 迎来了又一春 然而呢 比起袁拳和李沁的成名史 张天爱的辛酸成名史 更值得我们探讨 毕竟不是每个艺人的事业道路 都能一帆风顺 张天爱的成名路上 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身上有何真意点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 张天爱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不过他的出生年份一直是个谜 最早有资料显示 张天爱出生于1990年 但结合张天爱拍摄作品 《落音时》的时间线 推算出来的出生年份则是1988年 前段时间张天爱 又因为资料卡上的出生年份 被改成1992年引起热议 因为张天爱出生年份的差别 虽然只有一两岁 但却直接决定了 他到底是不是90后 说完张天爱的年龄之谜呢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他辛酸的沉迷史 张天爱家境普通 没有什么背景 所以高中毕业后 为了前程 他就前往日本留学 学习服装设计 机缘巧合之下 张天爱以广告演员身份 进入娱乐圈 作为一名初来乍到的小艺人呢 张天爱和许多演员一样 从跑龙套接普通广告开始 有时候为了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 张天爱一个月呢 能跑50多个剧组 为自己争取宝贵的机会 然而张天爱却乐在其中 彼时张天爱虽然还未成名 但他享受拍戏的过程 也享受一个男人 给他带来的幸福感 他就是张天爱 早期被爆料的男友李子峰 李子峰是电视剧 《庆余年》中 九品弓箭手 艳小艺的扮演者 有消息称 李子峰是张天爱的前卫婚夫 南方在2012年 向张天爱求婚成功 只是彼时的二人 都还是18线外小艺人 自然没能关注 结果呢 令人意外的是 李子峰虽然求婚成功了 但两人却因为矛盾不断 最终分道扬镳 没能走到最后 也就是那个时候 张天爱的事业迎来了转机 2013年他出演张国立 张心意主演的情感剧 《老公的春天》 从而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网剧生涯 由于彼时的张天爱形象还不够出色 所以没有一炮走红 因此他下定了决心要一盏红图 第一步就是减肥 于是张天爱从一个120斤的 微胖女生开始每天只吃水煮蔬菜 养成运动健身的习惯 即便是看到想吃的东西 他也会咬牙忍住 这样的日子 张天爱一下就坚实了两年 他终于瘦到了90斤 2015年拥有好身材的张天爱 也熬到了头 他受邀参演网剧《太子妃生殖记》 并凭借魅力四射 功气十足的气质 成功了吸引大量粉丝 成为观众眼中的重点关注对象 出演《太子妃》的成功 让张天爱精确地把握到了 自己的风格路线 然后他便一路开挂 好资源拿到手软 先是和王大陆搭档焦珠传 紧接着又和邓超合作爱情电影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都说人红是非多 这几部作品 虽然让张天爱成功火了起来 但也是为他惹了不少麻烦 2016年张天爱就因为 强调了精神在 舞动乾坤之英雄出少年中 硬欢欢一绝 被网友一边倒地指责 随后有网友开始提出质疑 为什么靠网剧出身的张天爱 能拿到源源不断的资源 还能肆无忌惮地抢别人资源 难道是他背后有什么金主 网友议论纷纷 关于张天爱背后的男人 这一话题呢 开始频繁地出现在 各大媒体的报道中 其中不少网友相信的 一种说法是 张天爱背后的金主 为光线传媒老总王长田 原因很简单 因为张天爱是 喜天文化影视公司 旗下的艺人 而光线传媒在2016年 以八千万入股 喜天文化影视公司 最后张天爱便拿下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和交珠传的资源 包括张天爱在2016年下半年 出演的陈凯歌作品 妖猫传 以及抢了金城本盖出演的 舞动乾坤之英雄出少年 这两部作品都与光线传媒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因此呢 网友把这种关系归结于 是王长田有意捧张天爱 但这样的事实 显然是捕风捉影 就算是真的 一个公司的老板 帮助旗下艺人走红 也不算是什么奇闻趣事吧 所以张天爱成功走红 更多靠的是能力 和对机遇的把握 在网络如此发达的时代 想要成名呢 并不是一件难事 国产电视剧在不断的进步 网络电视剧呢 也开始崛起 2015年 穿越剧《太子飞声之际》 横空出世 新奇的画风呢 让人眼前一亮获得超高的收视率 与此同时 女主角太子飞 张蓬蓬的扮演者 张天爱也一夜爆红 张天爱饰演的太子飞 是个男人 穿越到女儿身而来的 女孩子的形象 汉子的内心 这样的设定呢 非常的新奇 剧中潮流的台词 也是一大亮点 张天爱功气十足 把这个角色演绎的 唯妙唯俏 非常讨喜 在此之后呢 张天爱在娱乐圈中 也算是小有名气 片约多了起来 从小屏幕转到大萤幕 她参业呢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和妖猫传 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近日 她的新作《爱情进化论》呢 正在热播 这部剧被称为 《内地版》呢 《我可能不会爱你》 她在剧中搭档张若云 开启了一段甜蜜的恋爱 虽说她也只有新作品 但是水花呢 都不算大 自从太子飞升直记之后呢 张天爱的名气指数 是在不断地下降的 可能是选择不当 她出演的很多角色 都不是很适合她 导致了粉丝 对她的期望 变成了失望 从而脱粉 更重要的是 她的长相比较英气 很有高级感 但是为了跟风 张天爱也开始在脸上瞎折腾 把之前有轮有角的脸 变成了流水线式的少女脸 但是她整个人的气质 并不符合少女的设定 于是乎减了软媚刘海的 她显得很违和 遭到了网友们的吐槽 一方面张天爱事业上 面对重重危机 另一方面呢 张天爱的感情生活 也是非常的破硕迷离 张天爱原名叫张娇 有爆料称 在改名之前呢 她的男友是李子峰 李子峰是一个男模 曾在全员加速中 凭借一双大长腿 转足了人们的眼球 在2012年的时候 李子峰和张天爱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有好友发微博表示 李子峰已经在巴黎岛 向张天爱求婚成功 但是好景不长 两个人并没有走到永远 在张娇改名为张天爱之后呢 她的生命中 就没有了李子峰的影子 据传闻是因为 李子峰移情别恋 才与张天爱分道扬镳的 如今28岁的张天爱 据说呢还是单身 粉丝们都在为她着急 希望她能尽快找到幸福吧 好了 今天娱乐地眼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拜 明天见 再见